來看短期關懷 六四與美人 平安地區 六四關懷協會 為了讓六四邊緣好的家庭 提前感受到過年的氣氛 是特別來說好現況 基本上兩年的寒冬喪亂活動 希望民眾在寒冷的當天 做回來做愛心 和需要幫助的人 都可以提到關懷 短期關懷 六四與美人 平安地區 六四關懷協會 為了要讓五百塊 六四邊緣好的家庭 提前感受過年氣氛 特別幾百寒冬喪亂活動 新鄉做了五百戶 那來參與的人數 我們預估大概在一千兩百人左右 是 所有美食的美食攤位跟物資都準備的相當豐富 所以各位 我們待會要開放領物資的時候 請各位準時在這邊排隊 我們有年菜 有民生物資 還有很多很多 還有棉被 什麼 我們準備很豐富 愛心第三與美人 也特別幫我感謝鄭 和愛心批業 社團 感謝他們提供頂地的物資 作為付出愛心港塊 這次活動已經是連續第八年了 今年實則特別在古新鄉 要感謝我們的站長 給我們大力的幫忙 事實上在台灣一直有很多 屬於中地收入戶 屬於邊緣戶 那它在過年的時候 總是一個新年度的一個開始 我們也希望能夠對未來增加期盼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給他們一點祝福和力量 那麼我們是我們非常非常榮幸的事情 向調教委員長 副管長 林鄭夫 社會處理 翁南新町 議員 貴賓 都整天出去外島 給大家感謝宇美人 協會對賀幸的大幸福祉 愛心的宇美人 台灣各地 培園地區 它一直在幫助我們這些弱勢 非常感謝我們宇美人 有滿滿的愛心 然後把愛心倒一倒 每一個培園的地方 特地到我們福西鄉來 關懷了我們福西鄉的弱勢 讓我們福西鄉的這些弱勢 跟我們一樣有一個溫暖的冬天 又可以過一個好年 非常感謝我們加薪企業 如總經理 提供這麼好的場地 讓我們來舉辦這個盛會 非常感謝美人節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志工 還有所有的李傑士 也感謝我們所有的村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理事長 大家一起來 來幫忙 把這個盛會把它辦好 非常感謝我們的黃耀輝村長 他非常有心 為了要搓搓這個活動 到處去張羅 也非常的忙 然後照相跟我都走了好幾趟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 用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來把這次的盛會把它辦好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的村長 因為人憑慣地哭 六四的關懷協會 人生八年 跌在過年之前 基本行當上亂多了 讓六四的家庭 中心感受 社會愛 也到下傳統的倒三角 會進電影需要幫助的民眾 讓每一份運情 都能夠團隊出去 大家好 這是我們林貴英 靠心彩虹報道 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